《風神三部曲》最重要的一個改編 其實就是重新設定了主角 把江澤還為核心的故事 變成一個年輕人的成長故事 貫穿了整個三部電影 我需要的這些人 首先要在那個時代 有那個時代人擁有的那些技能 鴻馬騎射 或是他要完成一些非常冒險 難度非常高的事情 因為我們前期籌備到開機 就用了兩年的時間 漫長的週期 演員他也要付出超長的時間 從2015年的時候 我已經知道我一定要面對 全新的演員的選擇問題了 我們比較早就決定 在中國各地全球華人的地區 做各種的選角的工作 有沒有可能就 整個全國發廣告的人 或是趙兒子 針對線的特別強 對 怎麼能有分類型 他當時跟我們描述的就是 我們要拍一個不一樣的風神 它區別於以往我參加的 任何一個電影的方式跟方法 不要過於地說 我是不是要怎麼樣去 在導演面前去表現得好一點 完全都不需要 好嗎 就需要你們最真實的去面對自己 就可以了 海選是從2017年1月份 然後一直持續到18年的4月份 全球的亞裔基本上都摸了幾圈 在制子團裡面 我們尋找所有的男生 一定要本身他具備自己天然的一種野性 對任何事情的這種極度的專注和不服 以及抗爭的這樣的一個力量 而不是演出來的 當時我在演一段 《基督山伯爵》的這段《太死》 後來他說 你現在你就直接把自己當成為犯人 之後 他就拿了一根棍子 不讓你說話 閉嘴 你先放我出去 我 看見我說 我就請不起 我就 幫他 我求你 唱了一首自己的民族歌 唱了一首歌 我求你 我求你 唱了一首歌 我求你 高等歡樂 And I think leap 有感覺覺得 這種劇組還面試的 方格還挺不一樣的 把我壓在地上 叫我 念台 請原理我 嗎 我看你是踩翼 主要神文成絮 我讓你憲慮 我將無法證 開了赤 打簡她一定很美 但是她的美又不能 妖艷 又不能庸俗 众人心目当中的打击 导演当时也是给我的这句话 要惊艳的 让人记住的 标准就是不确定了 在全球有八个视镜的小组 我看了一万五千人的资料 亲自面试了大概一千四百人左右 二十次以上的大规模的面试 最终在里面选择三十多人 进入了演员训练营 我之前对这行完全没有接触过 就只知道爱过演员 是不是来一个展现颜值这一块 就是所谓就是有这么肤浅的一个概念 我试过很多的戏全部碰壁 因为我没有学过表演 封城就是我的第一个机会 我想抓住它 十八九岁这个年龄 就没有太多颗小的骑士 所以训练营这唯一的方式 一五四十二 娜娜 海亮 火温元 于亚白 于氏 二十四周的专业课程 高强度的封闭训练 需要演员们全身心地投入 让他们整个身体里 那个虚的东西变成实的东西 然后把身体里的皮下脂肪 多余的那个重量给它减轻 那身体就会强盗起来 特别在冬天 这是冬训的开始 冬训第一课 我们这个训练课程 其实是非常全面的 首先是表演课 第二是动作课 第三个课程是马术 然后还有古典文化 音乐课 舞蹈 从表演课 为最根本的课程 有钱 二 两个公家 两个公家 你看两个公家 我把文章 给它建设了我去演的一个 我的形象 角色出场 必须要引起观众的注意 观众觉得这个人必须要有戏 对年轻演员来说 跟这些有经验的演员合作 最重要的不是运用技巧 而是要用你们真正的感情 明天我这么十八岁 只承认啊 我再死就不算要死啊 只有真的东西才最有力量 而且成熟的演员 看到真的东西 他们也会真的投入 让大家形成一种真实的表演 真实的感情调势 这场戏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期设 大概是这样的一个状态 然后看那些马术课 马术训练的时候 它是针对性的 在今天的决策里头 你可以去完成的一些动作 你要一些这个配合演员 一些训练 你的力量控制啊 哎呀 哎呀 没有打到比较小的地方 这个队也要奔跑 让上面能表现的戏 台词戏 你连马的位置都定不了 你怎么一谈 还有呢 除了声音以外呢 动靠都忘了 动靠 动靠 当然是会变成一个挑战 从我们一开始 接触马术 就一直在练 逛是起坐 就是打浪起坐 就练了好久 因为我们基本功要非常好 就是没有脚灯 或者是踩一只脚灯 或者是两个脚灯 都要练得非常稳 所以马术练了挺久的 但都是小伙子 都学了自己的节目 也要说 有许多手 可是多年们都做了自己的整理 但大豆娘们都做了最后 在做自己的事 基本上就是浑身都是酸痛的 然后这个子不适应 一 二 没错了赶紧把那个虎上 最后一个二 不要错 不要错 一 二 一 桑老师太严格了 根本就是魔鬼一样 那继续再 好还五个 十四五个 最慢速度 确实对他们来说呢 见到我 就像见一个魔鬼一样 然后就是伺候 好来 預備 一 上 上 上 你要去 变成一个成熟的一个演员 那必须要经过这种煎熬 经过这种自我的这种撕裂 还有很难度很高的舞蹈 打起这个角色 去完成电影里面一个一分钟的独舞的段落 当然舞蹈基础是零八 对 舞蹈远了很久 我一开始要两秒钟就做错了 重新开始 重新做这个动作 就是要整个舞蹈做完美 开 左右 舞蹈 左右 舞蹈 左脚 走 然后下 传统文化的课程 任文明不断地向南 关于这个先前文化史 专门给他们讲的考古什么这些东西 导演当时叫我来主要是说希望这些小孩们能够了解一下那个时代的文化氛围吧 那么理解之后可能对他们以后理解剧本里的人也有一些帮助 还有像音乐课 所有人统一抬直 所有人统一抬直 就继续抬直一下 我继续带有力量的 一 二 三 哭 主要是有这么多人敲旗了真的 非常好 非常好 没有敢预想他们到底能完成到什么程度 因为动作训练是需要时间的 但是让我欣慰的就是他们真的非常投入地去参与到每个训练的内容之中 慢慢地让我看到他们的变化 24周分成四个阶段 每六周有一次汇报 汇报呢是实际上是他们第一次公开展示给所有部门的人去看 当时他们知道自己要去竞聘什么样的角色 都试着劲的某个劲的 在学业里留到你的脚步 留下来你的脚步 留下来你的脚步 放上去 继续 拖着你的身体 向上滩塌 每六周都有一个新的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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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三周都有一个新的课题 就在一群老太龙中 还有的是青壮年 你觉得是什么 剩七年开军了 真的是我们的波浪里面活着 开不起头来 第四个阶段可能要跟摄影师 配合拍摄牌戏 所以他们要用很小的冲作空间 完成一个非常可信的角色 背景 组织在这四栋墙中间 所有事都是无足轻重 你希望你失望我 一边叫我可怜的孩子就好了 我们你需要一个听忏悔的神父 让听忏悔的神父见过去 我一向爱着你 而如今我对你失望出来 因为这已经无关紧要了 有一个阶段性的一个检验方式 因为他们每阶段也是进步挺大的 所以这个策略我觉得是最明智的 现在我也觉得做得非常成功 导演的最最核心的工作是选对演员 85%在于选对 15%在于帮助他们把角色完成好 你可以设计的跟秘密老师讲的不一样 跟我讲的也不一样 但你要有这种意识 我在分析台词 我要用我的 对他的理解去创造一个角色 但如果你选错 你用200%的力量都不可能达到最好的结果 他们基本上是没有上过专业的表演学校 或者是没有什么表演经历 就我们为什么要成为年轻的演员 他的核心的价值是什么 其实是因为他们真实 如果他的真实的自我 跟角色的真实的情感是近似的 他一定能演好这个角色 因为他就是真实经历 内在的自我跟角色的契合度 才是他能不能演这个角色最关键的 我要的这个激发 他内心里面充满了理想 真正的性格的海外 他内心里面充满了理想 他这个话的叫做主 太多了 陰交呢 悲情的一个角色 带着贵族的自信 本人呢又是很忧郁 陈沐驰 他非常的接近陰交的体验 达起他是一个纯真的角色 经常出现一种他迷茫的状态 我觉得那个感觉是 我想象中的一个狐狸进入到人间的时候 他那种陌生的感觉 他那种陌生的感觉 开机前特别的紧张 这些孩子行或者不行 决定着这个项目的生与死 好歉 好歉 你这只手啊 就是下来的时候 尽量可能 然后稍微收一点 往那个身体里头 稍微藏一下的感觉就行 至今为止 我印象最深刻的戏 还是第一场戏 我在新疆的戏 我觉得导演是一个真男 没有人敢做的事情 这么大的投资 他敢用我做男一号 人家组成这么大的戏 很迅速 没有一个不容易 但是也特别有意思 我每天要三点画折 因为我的妆要花四个小时 每一天都要早起 只为了那一个镜头 好 没有一手 好了 慢点 怎么说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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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四点 我们真的是跟老天爷在做斗 我也是紧张的 我第一次跟所有工作人员合作 从来没有面对过这么多专业的摄影机 包括骑的马 新疆当地找一匹神种的 安大陆西亚的中马 非常包装 非常恐怖 不怕是假的 我心里是很怕的 但是我就装的很平静 因为我必须要告诉自己 我必须要让所有人看见 你们选我 没有选 要不就我自己完成 要 要我起来干什么 自己来我可以了 我不想让每一个人失望 那么多人信任我 让我去 但是 我也是未知的 行吗 你能行吗 啊 余志 能行问题 那场戏对我的意义 不是把这场戏拍好 而是给我自己的交代 给所有人的一个交代 让他们放心 我告诉你们 你们让我来演激发 你们没有选错 你们没有选错 好 来 我们准备示范 好 来 我们准备示范 女士 OK 了吗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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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好 来 快点 好 开始 开始 快 正压地 正压地 好 这个人来了 正压地 努力了 要 好 好 所以 新疆拍完的时候 当时我记得导演 我跟王老师非常开心 因为我 我能够感觉出来 他 觉得这个孩子 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这啥饺子 这啥饺子 不错 也是 跳得不错 可以啊 不错 他完成得不错 始终能保持非常强烈的感情和充沛的体力 去完成每一次的拍摄 我刚开机的时候呢 我也做好了 对这个马术镜头各种分切的预想 因为我担心演员的这种史拍的危险性 但是呢 到了新疆 一拍全部 没有一个提神镜头 全部是于是自己完成 对观众有一个特别好的成绩 对观众有一个特别好的成绩 可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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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车了 我先拍照 我先拍照 我给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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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先给他 感谢 感谢 今天真的得为你们啊 走了 拜拜 拜拜 我要进了苏大街的飞机之后 然后从那个帐篷爬出来了 就找到了感觉 睁眼睛 马上帘子再紧一点 我只要让他们同情我 嗯 我是一个没有危险的 可怜的女孩 嗯 我就能活下来 是吧 阿姨需要的是活着 嗯 让他们同情我 这就是你的目的 你记住 这个段落前台词是什么 是把所有跟我做的人全都赶掉 是吧 然后我没有 把这个世界翻过来 但白色的时候 就是这边衣服头发有影响 或者在现场有些东西 会碰到 稍微接一个动作就行 它是会是 它这边 必然一定会进去 好 那就等着接一个小一点就转 所以完全进去 开始有多好大人 对 对 那场戏拍了三千 拍了两千 对 对 为了为了那个 不到两分钟 就练了差不多两年 舞蹈 对 突然是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最后那个班 这个很漂亮 印象最深的 我们大家要脱脚上衣 展现原始的魅力 非常重要的一场戏 我们之前做这场戏的时候 也准备了很多 其实还是为了最后 呈现出这最好 最完美的在镜头面前 当时拍了24小时 拍到天亮了 真的是让我明白 演员是一个什么样的职业 需要面对什么样的挑战 前面不是杀气那种感觉 有荣耀 是战士的荣耀感 不是杀气 过了 我一直相信就是说 努力一定会有悔发的 我在那么长时间 我一直在呈电 所以我等到了这个机会 我感谢所有人 我在这儿学到了很多东西 我觉得在我做演员这条路上 能够对我有很大的帮助 我到现在不敢相信我 参加那么大的项目 之前是想过单演员 但是没有 我们继续不知道在哪儿 可能会有我的梦想成真 在训练营到坚实的最后 大家形成一股很团结的一股力量 我是一点点积累的从训练营 而我的身体素质是加强了 不管是身体上的还是精神上的 能坚持下来 就是克服了最大的苦力 通神训练营 对我来说是人生的财富 我觉得那段时间坚持过来了 一切都是值得的 非常有意义 我觉得就是训练员 给他们带来了一个综合的素质 用过一年的训练和实践 另外就这样的训练 其实对整个电影完成的结果 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的 我觉得这个就是让我觉得特别的交好的部分 谢谢大家